2014年台湾爆发了点心地沟油的食安事件 也使得原本没落的苦茶油产业最近又重新附赠 花莲是全台苦茶树栽种面积最大的限分 县府农业处从生产加工面到销售端全面盘点之外 也特别邀请到业界知名的茶宅堂业者 就行销品牌建立还有产业营造等议题经验分享 和在地的苦茶树产销班面对面来交流 花莲苦茶树种植面积全台第一 而生产油炸的苦茶油品质也名列前三 县政府农业处这一次就特别邀请业界知名的茶子堂经验分享 来提升花莲苦茶油的生产效能 也因此其实我们必须开始来重视我们生产的效能 那在生产的部分呢 也必须去探讨一件事市场的需求是什么 它长期在花莲的轮山部落弃庆坐20公顷 也就是说它跟花莲的关系还蛮深的 而且它在全台湾器座面积也是以花莲为最大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它的经验来看市场的需求 从技术面品牌营造销售到产业生态文化面等各项面向 茶子堂部长司乐于和现场农民分享交流 你们现在先前面那一段因为它是需要花精力跟时间还有经费 但是这一段是绝对大家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跟处长讲说 我反而期待是花莲以后 是先不要管它以后多少的苦茶油品牌 而是花莲给它想象中是它的原物到非常棒 就是高规的在花莲 积极附赠也全面辅导推广花莲优质的苦茶油产业 现在府农业处长吴坤如说 花莲不仅是茶子堂在全台主要器座生产的线份 也希望目前茶子堂在宜兰南澳进行地方创生与加工厂计划 也能进一步跟流花莲 带动花莲苦茶油产业与国际接轨 城市说我们开始以精品的方法在贩售我们花莲的苦茶油 那为了让价格可以提高 我们在行销上面虽然用力 可是回头还是要确保品质 所以在品质的部分就朝向 其实最主要还是朝向在有机的推动上面 因为无毒跟干净这件事情还是花莲重要的品牌 在梅合业界的经验与资源相辅商城 县政府协助农民生产辅导市场品牌包装行销等等 让原本早期一瓶750ml药价850元的苦茶油 转成250ml定价在1250-1500元之间 目前花莲生产的苦茶油平均价都在千元起跳成为农业精品 而处长吴坤如也强调 在品质之外 县政府也将提供积聚、资裁等相关补助措施 辅导农民朝有机生产来迈进 记者十一玉兰瑞瑞采访报导